我看你 还疼吗 不疼吗 我阿富阿姆结婚之时 想必你也有所耳闻 不过你放心 我只是想让你在与我定情之前 与我阿母见一面 往后 你们不必经常见面的 我不曾害怕 你阿母只是生病了 但她并没有错 错的是毁她人生之人 程阳侯待我殷勤 我却对她冷淡 仇恨 世人皆道我 冷血无情 是个不孝之人 什么孝不孝的 那也是现有父慈 才有子孝 分别就是父母有错在心 凭什么责备子女不孝在后 子善 我觉得你并非是 冷血无情之人 还有 你阿母 你不必太过担心 我方才见那叔父 对后夫人十分上心 定能好好照顾她 那位叔父 是崔佑将军 他少年时便爱慕我阿母 不肯娶妻 但后来 被崔老夫人逼着成婚 但崔后夫人 却在产子时难缠而亡 在那不久后 我阿母便与程阳侯决婚了 崔叔父 便也立下誓言 誓死不娶 为我阿母 官居至今 这世上还真有这么痴情的郎君 用情之臣 用心之真 这一强情意 真是万金难还 我对你 亦是如此 霍夫人如今还不识得我 然后我带你 多多来看她 好 你嫁给我 日后 便是此处的女君 你想来便来 无人敢拦你 对了 子善 之后你也不必 起早太黑地来送我 这也太辛苦了 那若是我想你呢 我想你 要是想多见你一会儿 我该怎么做 那就在宫门口等我 一同进去 如何 这样的话 你岂不是得早起半个时辰 无妨 我可以在皇后面前打瞌睡 可是你进长秋宫 就是为了跟着皇后学习 你若是为了我耽误了 岂不是 一心不能二用 我要么一心铺在皇后和公务身上 要么一心铺在你身上 你自己挑一个 那还是铺在我身上吧 我都要不得了 哦 对了 还有晚上 你若是忙的话 我便等你 我们可以曾长秋宫的晚膳 吃完饭散着不回去 也算是消失 你 我可以令你 我希望你终于 你本人想进去 便会 叫他 吧 我 不 你就 那 帮 现在只能盼着这三日赶紧过去 我才能安心 也不一定能安心的 之前我定亲的时候 同样也是请了好多人 可最后轻视不许 你怎么又突然亲了 往后 你要是还说如此 我不爱听的话 我就还用这个法子 堵你的嘴 三日后就设业啊 这未免也太匆忙了吧 紫生说了 所有的事物交给他就可 咱们不需要操心 我们只需要给他一个宴请宾客的名单 他距离请点来便可 我们只需要给他一个宴请宾客的名单 娘娘 定亲怎能如此草率呢 眼下李舍燕不过两日有余 可双方父母却还未曾见面 其他事情更是无法筹备啊 堂子 这些子善都已经考虑过了 他说了 所有的婚事筹备 都听我们陈家的 不必管其他人 可曾想这个林不宜 是如此草率之人 心事也如此不谨慎 女君 两位女公子 程阳和夫人到访 她来做什么 当日装病不可下聘 咱们家去她也不肯见 如今到亲自登门 连访 带女公子回屋换件衣裳 去酒追堂迎客 是 少商 果然生得标致 让人一见便心生欢喜 怪不得子盛这般急于娶你 上次没来下聘都怪我这身子不争气 这次岂能错过 禅阳侯夫人倒是健忘 我们之前在汝阳王府见过的 当时你还为王娘子要责罚我来着 再说 我们子盛年岁不小了 现在娶妻怎就着急了 对 夫人不是子盛的亲身阿母 许是忘记她生辰了 少商 许是听子盛说了些对我的怨言 心有不满吧 不过往事已矣 就算你们不愿理睬我 还能不认侯爷吗 子盛碍于君皇阿子在 软不下身段来 可不得有我这等妇人 先走一步吗 程阳侯夫人的消息 可真够灵通的 我身为少商的阿母 方才知晓 三日后二人定亲之事 你倒是迅速得很 只要我心在子盛身上 她有何事我能不知道呀 夫人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请问 夫人是何时寡句到林家的 是霍夫人嫁去之前 还是之后 妾身命远不济 潜伏亡故之后 无处可去 只好投奔姨母家 信由君皇阿子照抚 那就是婚后啊 听闻当年程阳侯夫人 和霍夫人相处甚邪 亲如姊妹 夫人服侍左右 无有不体贴 我却与阿子相处甚为和睦 所以才自愿洗手做羹汤 侍奉外兄与阿子 但不知为何 君皇阿子 竟不肯容我 非要我性命 我知道 大约是霍夫人喜欢睡大床 不愿与你挤在一处 往事不提为妙 我此番前来 特是为了三日后的婚事 商议如何操办 对了 我还给少商带了些薄礼 这两位婢子 是我花十万钱从南方买来 歌舞刨出样样精通 今后就留在府上 将来好伺候你和子盛 全安侯夫人当真是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我今天算是认识你们了 程少少 你既然不肯认我这个军姑 那我看 过几日这定亲宴也就罢了吧 你休想进我们凌家的门 我们走 秦聪 送客 不必送了 我可做不起你们家的贵宾 娘娘 今日你为何不断激怒淳于是 她虽不是此生的亲生母亲 终究有名分在 哪怕不来往 也总会相见 你说你 你说你 你怎么如此任性 也不怕为家中惹麻烦 阿母 我昨日见了霍夫人 若不是她 子盛母子为何会如此痛苦 我这人最讨厌夺人所爱着 与这种人虚异为你 我当真是做不来 可是女公子 若定亲宴 她当真拦着你 不让你进门 岂不是笑话 这哪有待下女娘 被拦在门外的 你等着看吧 届时谁进不了谁的门 那还说不定 今天不是林将军与城市的定亲宴吗 怎么不见宾客呀 长阳侯夫人弄错了 今日宴会不在少主宫府上 而在曲陵侯府 自生又不是入赘 定亲宴怎么弄到程家去了 这么大的事 为何没有人告知我 我也在想 如此大事 怎会没人告知长阳侯夫人 走 去曲陵侯府 我家少主公吩咐过 今日曲陵侯府宾客 悉数出示请帖 若无请帖 任何人不得入内 程阳侯夫人还是别去的 以免白跑一趟 给我请帖 请帖 我已经发完了 这该请的 我可是一家也没落下 想让全都城的人看我笑话 今日无我 这婚也想定成 覃灵侯真是好福气呀 生出了这般出众的女娘 这都城里 谁人不想林将军做狼婿 她去万里挑衣 相当了你们家的城寺娘子 我城市啊 总算要苦尽甘来了 代少商出了家 那我家的宋儿 也该娶新妇了 你说是不是啊 亲家 成了两家在一亲 怎么没有半点风声啊 不是说十三娘指账入赘的吗 我家事务都由将军和军姑做主 我并不知道 入赘入什么赘啊 你不要浑说 人万家没有这样说过的 怎么没见林将军啊 这订婚的日子 新郎婿怎么不见了踪影 也是啊 来来来 大家蹲起酒杯 同喜同住 女公子 林将军差人送来口信 她让我嘱咐女公子 不必心叫 她一会儿便当 今日 无论遇见什么人 发生什么事 女公子都不用慌 该骂就骂 该闹就闹 你且有她呢 里边请 里边请 好嘞 里边请 里边请 公子 里边请 公子不是从不爱 凑这样的人了 说什么浪费时光 这剧众看人成亲的癖好 那还不如在家中 多读几本圣贤书呢 所以今日为何还要来凑这碗人 你懂什么 我是来劝学生脱离苦海的 这世间最害人沉溺的 便是成亲 我与成少商好歹师徒一场 不能明知前路艰险 还游着她往里跳啊 那若这成亲是苦海 你说为什么 那么多男男女女 都要往里跳呢 因为不是每个人 都如你家公子我般 看得通透 好 好 那敢问通透的公子 那对人是作甚的 二位夫人 请柬 没有请柬 我看谁敢拦我 赌杨王妃 让开 让开 快快快快 好了 这回用不着我出手了 啊 程少商何在 我和你一个人 我和你一个人 排不速速跪下认罪 我有何罪 你无才无德 不忠不孝 难道不是罪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会最终 التunkt sagen 谁敢 老王妃 她们连入阳王府的人都敢打 这明明就是在打老王妃的脸 这程家各个粗鄙不懂理 如此武将之下 怎么配得上十一郎 少商虽是粗鄙 但也至少廉耻 不似某些人 爬上自己外兄的床 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 也做得出来 你 当这长辈的面 你竟敢如此污蔑未来金工 我方才并未止您当心 老王妃 不必如此着急对浩如座 再说 前两日我才去看望了 我的未来军工 她如今正在信花别院养病 今日来的军工 是哪位啊 放肆 我说的是程阳侯夫人 就是爬上自己外胸床的 那位程阳侯夫人 你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今日我要好好教训你 我看谁敢拦 叔母 若鱼要拦着呢 门上自己 aquele 皇后 物 lying 皇后 皇后 物厌 inc 鉻 第十杠 为子圣和少商 并亲之事而来 当我是寻常长辈即可 不必拘束 陈伯夫人 府上可还有其他亲近之地 于想借一步说话 免得扰了府上 其他贵客们的雅兴 有 请皇后移步 叔母 陈阳侯夫人 咱们一同吧 是 少商 你也一起 是 这十一郎啊 本来有一门极好的亲身 乃陛下亲从侄女 汝阳王妃的亲孙女 玉昌郡主 谁知她竟然不肯答应 结果惹怒了老王妃啊 现如今选了程家的女娘 不仅不通学识 还喜欢打架斗喊 果真娶了这小女娘 怕是列祖列宗 都要跟着眼面羞愧了呀 我本以为 我本以为 朝中大臣 都是正气凛然之人 却没想到 也和侍景夫人般爱嚼舌根 你 吃着城市宴席 嘲讽城市女儿 我看 诸位列祖列宗 才真要跟着你们 颜面羞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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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荣和 别急 再等等 书母 绍商在余身边数月 素来温良恭俭 人善豁达 从未有何不妥之处 书母惊日欲来 便气势汹汹 更想计压绍商 行事未免过了 我不过是管教晚辈 懂得何为孝道罢了 程家亲人太甚 在女娘家设定亲宴也就罢了 连孤舅程阳侯府 都不曾派情体 简直不祥 今日程阳侯身体有恙 不能前来 命夫人代为操持 竟连庆驾门也登不得了 程家第一次嫁女 难免有所疏漏 况且在去陵侯府设宴一事 子慎也请示过肾上议下 若老王妃不信 不若命人去询问肾上 如何 责罚晚辈 此等区区小事 难道还要麻烦圣上吗 皇后 你也太没主见了 皇后自有主意 王妃随口批评皇后 也未免太过放肆了吧 你才放肆 我们说话 也轮得到你插嘴 皇后 后天陛下 王妃随口批评皇后 就是不如月芬严厉 此等奴婢 就该狠狠长嘴 保管下次 不敢再顶嘴 老叔母真是惦记妾呀 三句话不离妾 老叔母真是惦记妾呀 这陈少商满口胡言乱语 有辱皇家体面 你不可再揍容她了 方才老王妃还说 区区小事不必劳烦甚伤 如今倒是有麻烦事 反了反了 这小女娘 分明不将皇家威严放在眼里 这简直要造反 我看是老王妃要造反吧 陛下面前 你也要指手画脚吗 我何曾指手画脚 恳求长辈疼爱 不是小辈应有之责吗 这说话真是不嫌口气大呀 难道绍商是因为被你疼爱了 子盛才去求亲的吗 你们家郁昌你倒是疼爱了 嫁成了吗 你少拿郁昌说话 郁昌就是让你们逼出家的 你是死人呀 他们编排孙女 你怎么不知识啊你 你休闭嘴吧 爸 轮不到你来教训老子 若不是你整日故动郁昌 老夫早给他择一个郎区在家 何必去管理赤库 我家郁昌 比这程家女娘强百倍 我问你 前几日 你羞辱程阳侯夫人之事 怎么算 此善心腹 你起来回话 多谢岳飞 回禀陛下 臣女不曾羞辱程阳侯夫人 只是实话实说 老师人敢起誓 老王妃起誓有什么用 你可在场 是我听见还是我看见 仅凭程阳侯夫人一面致辞 说不定 你也是被蒙骗的 妾身 敢以性命发誓 陛下 若臣女也敢用性命发誓 说程阳侯夫人 有谋害林将军之心 老王妃是否也会秉持正义 狠狠地责罚她 你起什么事 你素来行事不断 还是与陈阳侯夫人 岂是更真些 老王妃 此言诧异 我可是老老实实 听长辈吩咐定亲的 与陈阳侯夫人这段 自己张罗婚事的人可比不得 她吃货家的 用货家的 寄居霍坟身旁多年 柳头趁人不注意 就顶替了霍坟的位置 所以 程女起的事可行 她起的事不可行 妾虽出身低贱 可也由不得程少商 这般诋毁侮辱 陛下若不发话 妾身只有一死了之 是 夫人壮烈不甘受辱 令小女子赞叹佩妇 程牙虎夫人 若十几年前 你也有如此壮烈之举 虎夫人也就不会愤而决婚了 今日的许多事情 恐怕就不一样了 此生 你这心腹可真是个机灵鬼 这话都说到我心坎上了 岳飞说得是 岳飞 霍均华是什么人 当初你恨的什么似的 你现在又帮他说这样的话 你分明是有意和老身过不去 你 做生意 做生意 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好今日满朝文武家眷都在 老师就让他们都看看 陛下是如何对待 庇护他们兄妹几个长大的叔母 看看 这些好名声保不保得住 陛下 陛下你看你看 就是这么一个丰富 一有不如意啊就要死要活的撒泼 当初我说修妻 你跟我说糟糠之妻不下膛 还跟我出什么馊主意 说是分居不休期 让我到城外做什么修事 你说说我 连道德青我都读不清楚 我做什么苦修嘛 好好好 我不休期 我决婚行不行 我要决婚 我被你伤害 孕女 操实家务 我没有功劳 还有苦劳呢 你们居然居然敢这样待我 你 你 坚持是不可理喻 陛下 陛下 老夫实在受不了了 实在是受不住 误不得 误不得 叔父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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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陛下 陛下 还不听怎么议论哪 叔父最爱热闹 修行干什么 照我看呀 应该让老叔母 去三才观修行养性才是 你 那 岳飞说的倒也是两全之法 你们 陛下 你 你 你 如样老王妃年迈昏愧 是有疯癫之举 致使军前十仪啊 那就送去三残官 好好地休养吧 陛下 子圣啊 多调遣一些人手 好好地照看她 不要再让外人去打扰了 是 陛下 来人 好生照顾老王妃 是 你们都欺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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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亲爱我 陈阳侯听说身体有恙啊 那陈阳侯夫人 也去好好地照耀她吧 从此以后 也不必再踏出府门了 我会也打呱你 政府 飞 gardening 不行啊 他们这是 这 还是 他 性格 是 你 然后 本王大喜的日子 前几天收着鸡汤好酒 甘香蠢烈 喝他一碗 走 喝酒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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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碗 喝酒就 喝酒 喝酒 喝酒